第1063集 许久,那位女帝一击击碎了水晶书,却是没在动作,而是看向张涛,与其第一次出现波动,复杂到 人亡,值得吗? 值得吗? 为了杀泰安,张涛精神里最少折损了四成,甚至一半,这样的代价值得吗? 血雨还在倾盆而下,这一刻,公鱼子战王那边都停下了动作,帝尊陨落了 张涛也身受重伤,千年来再次有帝尊陨落,却是无当年莫问剑给大家带来的威胁 众人此刻只有说不出的感受 为了杀泰安,武王实力下滑一大截,从之前的顶级地级强者,现在恐怕也就是一般的地级无异 这样的代价到底为哪般?泰安,非杀不可吗? 人类不可欺,我张涛在世一日,武道必争! 淡漠的声音回荡在剑际海,回荡在这片天地 武道必争,争什么?争命,争口气,亲无领袖争出来的,记,死记 此刻的张涛面色发白,身材不再高大,真的如同柔弱书生 说出的话平平静静,毫无霸道可言 然而,这一刻在场的强者暗中的强者,听到此话的强者无一例外都是心绪起伏 心无人 也许从今以后真的要多一个心无人了 原本在他们眼中区区几十年,这算得上一个时代吗? 神魔时代历经无数岁月,宗派时代朱棣崛起,振兴时代,振天王一人盖押三界 心无,心无是什么?没有强者,没有底蕴,没有资源,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群泥腿子般的普通人 而今,这些蝼蚁当中却是走出了张涛这样的人物 有这样的领袖在,心无便可以称之为一个时代,新的时代 今日,张涛独领风骚,哪怕苍猫也无法压下他的风头 苍猫的一些事,这些老古董清楚,不算意外 可心无领袖,此代人皇,不,也许称之为人王更合适 却是让众人心中震撼,杀地级的强者并非没有 可明知道前路坎坷,还要一意孤行 在众人看来,这是取死之道 人王若是不杀泰安,继续保持现在这样的战力 也许许多年后还可争夺一番,未必无望 折服 张涛若是选择折服,没人会相信他有现在的实力 没人会怕他,也没有人会太过在意他 就如李主,李主选择的就是此道 而张涛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 他选择了战了出来 他在,人类变强,谁敢击,杀之 纵然与全天下为敌,又如何 在场众人谁敢此刻搏杀他 他还有一战之力 以他的血性,战至最后 也许还能击杀一位帝尊 哪怕不能,也会让一些人重伤 错过接下来的大变 女性帝尊的一生值得吗? 含义太多了 值得为了守护一群蝼蚁 放弃可能会夺到的黄道吗? 值得为了一群蝼蚁 让自己实力大损 很可能躲不过未来的大劫吗? 血雨倾盆而下 千年岁月,再有帝尊陨落 太安天帝刚出山 陨落当场 无声的死迹持续了一段时间 守学老者看了张涛一眼 忽然轻笑一声 武王,神王 有意思 老夫倒是小觑了你 罢了 今日老夫不再与你相争 千年来 你时机莫问剑之后 第二位让老夫认可的强者 千年岁月 这世界唯有莫问剑和张涛 让这位古老帝尊认可了 实力的认可 地位的认可 不再服侍 不再居傲 这样的强者 值得重视 说了一句 受学老者又谈笑道 不过 武王 方平若是真的莫问剑 武王三思 此人未必就比武等可靠 丢下这话 老者破空而出 眨眼间消失 他一走 女性帝尊也平静道 武等也在争 争命 求活 莫问剑 此人未必求活 求死之心更重 武王 你若想护佑人间界 也许最该杀的 便是此人 话已至此 本作也不愿再说 武王自思量 阴落 女性帝尊也是悄然消失 另一人一言不发 看了一眼泰安陨落之地 似笑非笑 留下不知意味的笑声 飘然离去 方平归武王了 归这位徒弟的强者 归这位不惜死战 却占到底的强者 至于方平是不是莫问剑 张涛自己去思量 是的话 救了方平 未必就是好事 这些人纷纷离去 此地只剩下了命亡几人 暗中的真亡强者 此刻也有人开始离开 不过关于武王实力受损的消息 也会很快传播开 这位今日虽然斩杀了一位大帝 可实力受损之下 接下来恐怕也会有些麻烦 不过麻烦不会太大 在大便开启之前 大概也没人会愿意和他死命相搏 张涛这时候几乎可以和寿命大限即将到来的龙变天地相比了 命亡这时候虽然只有一人 不过也不是太担忧 看向张涛 命亡忽然笑道 不若你我联手一次 本王助你恢复实力如何 张涛淡淡道 联手 你不够资格 命亡轻笑道 也许吧 不过你真觉得二王只会对神鹿出手 你错了武王 二王比你想象的更强 也更有算计 本王如今也知晓一些妖皇时期的绝密 西年鉴于之地爆发大战 二王这样的妖皇余孽本是功底 最终却使其他人死伤惨重 二王沉眠 你不会真以为是巧合吧 张涛不语 命亡轻笑一声 刚要离去 接着脸色一变 陡然看向南九玉 张涛之前淡定自若 这时候也是脸色微变 嘴角一抽 你 真行 一声汗天轰鸣响起 这一日的南九玉 多灾多难 血玉还在 一座王城炸了 就在泰安大地陨落不久 王城炸了 张涛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干这事的 除了方平还有别人吗 这小子什么时候跑到剧柳城去了 他猜到方平趁乱跑了 还以为他回去了 没想到这家伙又去干大事了 张涛心中苦笑 差不多 差不多行了啊 真以为人类无敌了 现在人类强者之所以让人忌惮 那是人人都表现出一副不要命 随时跟你干到底的姿态 这才让各方忌惮 那些老古董都惜命 地窟这边也是 可惜命都是建立在 等到大乱一起 这些人能修炼到这个境界 也不是真的怕死到家了 那时候 恐怕都是不要命的货色了 而且逼迫的太狠 也会让人类成为众矢之地的 事可而止啊 你小子炸了一座王城就算了 今日把南九玉弄灭了 接下来地窟强者 还不跟你斗到底 张涛心中想着 没有出声 好像很不在意 命王看了他一眼 面露淡漠之色 不再说话 破空而出 眨眼间命王前行千里 手中抓着两人 破空而出 直奔玉海山而去 没再管这边的事 张涛一直待在原地 也没去管那边的事 炸了一座王城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他在这儿 刚涂地 现在众人忌惮 也不会和真王 掺和此事 涂地之为多少 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张涛眉管方平 看向龚渔子 面露淡笑道 多谢前辈今日援手 无妨 龚渔子 面不改色 至于心中如何作响 无人知晓 张某 冒昧问一句 前辈近些年 可曾见过某文件 未曾 那张某再问一句 西年 内珠妖指 可是前辈赠语 龚渔子考虑片刻 缓缓道 妖指来自地坟 当年是巧合 也是你的缘分 算不上老夫赠语 不管如何 张涛还是要多谢前辈提携 若是无内珠妖指 也没张涛今日 此为提携之恩 张涛微微躬身 龚渔子却是必让开了 当不起 不枉不必如此 他能受张涛一败 受不起人亡一败 也受不起徒弟强者这一败 这是其一 其二 前辈新年送湛王出山 湛王守护人类三百载 此为人类大恩 张某 替人类谢前辈 难中元首之恩 张涛又是功身 功于子再次必退 加上今日 前辈救援方平 方平乃是人类最杰出的天骄 未来之希望 刚刚有出手援助 此为第三恩 张涛再功身 三次 三次功于子 皆是必退 此刻 湛王站在一旁 一言不发 张涛见功于子 避让三次 轻笑道 三次恩情 张某铭记在心 人类虽弱 也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新武人 虽是魔 也非魔 我被武者 快以恩仇 有恩必报 有仇必报 张某今日自大于子 代新武人承诺 七年 送强者出山 守护人类的 介余之地 帝尊 亲武人 必以一命相报 前辈 祝张某一次 三恩 亲武人 以两命相报 张某 也会报恩 张涛说得清清楚楚 算得明明白白 受人恩惠 说得如此直白 并非张涛性格 可这一次 张涛真的说得极为清晰 一旁战王脸色变坏了一下 看向功于子 忽然长叹一声 恩是恩 仇是仇 这就是张涛的意思 我祭恩 也祭仇 三条命 张涛很狂 虽然未说出口 可意思明确 亲武人类 饶功于子三次 三次不杀他 三次之后 有仇报仇 其他介余之地 皆是如此 张涛不计这些帝尊的情分 他计的是那些 振兴成绝颠的情分 哪怕杨家老族 他也记下了 因为这些人守护人类三百年 没有他们 也许还有别人 也许振天王还在 可一切都是假设 张涛只知道 华国有今日 十三位振兴成绝颠 功不可没 对面 公鱼子脸色复杂 不再无动于衷 许久 皆探到 昔年 恐怕谁也未曾想到 人间舞者会有今日 朱皇算计 朱弟算计 算计众生 却是不曾包括人间舞者 其实都是巧合 谁也不曾算计过 人间界的舞者 因为他们都是蝼蚁 至于受到了牵连 被人灭绝 那都是蝼蚁的命 强者不会多看一眼 谁也没想到 人间界如今居然能成为一方势力 至于振天王 他算不上人间强者 振兴成的绝点 有记忆的都算不上 可没记忆的 也许算得上 这些人已经没有了算计 此刻 已经彻底成为了人间人 由五王为首 数位绝颠为辅 人间界虽弱 却也不可小觑 在各方当中 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一方 张某知道 张涛笑道 友谊也好 无意也罢 可数十亿生命 并非无足轻重 所以心无人会争 挣扎到最后 挣扎到彻底灭绝之日 我们不甘心 所以我们有了心无 我们的天骄一味未涌现 前辈看到了 我不管他们新年是谁 我只知 今日他们是他们 是心无人 是我张涛围着骄傲的心无人 心无 张涛 这一刻 公鱼子轻声呢 我记下了 记下了这个属于你的时代 属于心无人的时代 这一刻 脑海中不由闪现出莫问剑的样子 和张涛渐渐有些重合 却是转瞬分离 有那么一刻 公鱼子忽然觉得 自己那位为之骄傲一生的徒弟 也许真的不如张涛 不是实力 是别的 没人说过宗派时代属于莫问剑 哪怕他曾斩杀多位大帝 没人说过 莫问剑有资格代表一个时代 因为他的确没那个资格 强者并不意味着一切 而张涛有这个资格 哪怕此刻的他如此孱弱 哪怕心无依旧不够强大 张涛微微戴笑 不再叙述 随手一招海中数十头漂浮的 妖兽尸体落入手中 眨眼间消失 张涛做得极为自然 轻笑一声破空消失 公鱼子这一刻没有笔 只有说不出的滋味 一群八九品妖兽的尸体 丢在眼前 他也不曾多看一眼 刚刚场中强者那么多 哪怕受学老者 这些妖族都是他的麾下 他也未曾多看一眼 某位刚刚斩杀了大地的强者 却是如同士快商骨 临走之际 居然把这些都给带走了 小家子气吗 不 洒脱 好一个武啊 好一个新武 公鱼子陡然大笑 转瞬间消失在禁忌海中 却是有声音传来 蒋天明 今日老夫逐你出紫盖山 你无记忆 无紫盖山绝学 不为紫盖山门人 你为人间武者 从今以后各按天命 湛王这一刻没有再骂 眼神复杂道 我为人间武者 你为宗派领袖 公鱼子一日相见 蒋某不会收下留情 最好不过 伴随此话 公鱼子彻底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中 去了河地 无人可知 湛王在原地处了一片子 接着也是转瞬消失 今日揭开了太多的谜团 今日断了太多因果 也在今日 新武人类正式进入了各方眼中 从此以后 新武人在各方眼中 不再是天王庇护的蝼蚁 他们有领袖 武王张涛 不再是天王庇护的蝼蚁